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军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美军在全球有上百个军事基地 在很多主要国家都有驻军 而且这些驻军是只听美国的 根本不听所在国的 他们有绝对的治外法权 美军现在正在成为传毒工具 从疫情最开始 美军中就有大量的人染毒了 我们以前给大家盘点过 美国的十几艘航空母舰 有一半是因为疫情被废掉的 美军很早的就停止了公布 说到底军队中有多少人感染了疫情 但是按照人口比例推算 到目前为止 美军中感染疫情的士兵 不会少于三万 而且美军没有做全员的检测 可能还有大量的人早就感染了病毒 而自己不知道 就说咱们旁边这俩国家吧 一个日本一个韩国 韩国呢大概有个两万多美军 日本也有个三四万美军 您想想按照人口比例 它应该有多少感染者 咱都不说别的地方啊 光冲绳一个地方 今天美军确诊者就接近三百个人 好吧 如果你这些美军 踏踏实实在自己营乡房中待着 得病了呢 在美军自己的医院中治疗 这也没啥大事 可问题是 美军经常搞各种各样的交流啊 各种各样的演习啊 而且美军到日子了 度假还得回国呀 度完假从国家 还得返回到日本韩国呀 所有这些美军 人家的交流是非常频繁的 更有甚者很多美军 是直接搭乘民用航空器 和民用汽车火车的 前不久不是出事吗 有三个美军返回到日本 日本人还跟他们说了 你们现在有可能有问题 我们刚给你检测还没出结果 你们不行自己坐车回美军基地吧 答应的好好的 结果掉头 人人就坐民用飞机回到基地了 后来一查 这三人还真都是阳性 这下日本人可慌了 我这一个飞机的人都被你污染了 防疫这个事 我们历来讲 最重要就是控制输入 这下好了 你日本能控制得了别人 你控制得了美军吗 不光日本啊 泰国前阵子派了些军队啊 到美国去演习 演习回来之后一测 里面有很多人都确诊了 泰国人马上就慌了 你想泰国是旅游立国的国家 现在泰国还在琢磨呢 什么时候我这个疫情好点了 我这个让大把的日本人 中国人 韩国人赶快来旅游啊 结果军队染毒了 而且泰国本来准备好啊 马上要跟美国一块搞这个军事演习 泰国老百姓马上说了 这个当口你还搞演习 再一搞演习 那美军不又把疫情传到泰国来了吗 今天美军呢 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变远 你想各国对于边境的管控是很严的 即便极特殊情况 有一些商务访问啊 外交访问啊 你都得隔离几天 你才可以进行正常的日程 美军可不一样啊 美军的所有管控权 所在国是插不上手的 人家美国人想怎么调停就怎么调停 而且本身美国人对他这个病 就不太在意 何况军队中的人 所以啊 我们真是担心 这几十万住在全球各地的美军啊 未来会形成一个又一个传染源呢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Lucu